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3月9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先看一个关于恒大的消息 我今天在晚上看到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的作者说 恒大在河南有37个项目要交付 跟着他文章说法 他说如果把这37个项目全部建设完成 要净亏损221亿元 这个河南省,尤其郑州,现在不是保交楼吗 全面复工复产 如果河南省所有的恒大项目要完成的话 他测算的要亏损221亿 这个谁来买单呢 而且还说了啊 这已经是当地,就是河南政府啊 对恒大鼎立支持的最好的结果 给足了政策 比如说啊,河南各地减免恒大35亿的税费 土地款支纳金,返还其30亿元的土地款 并通过调规等手段供给恒大11亿 还有啊,比如免去金装修 这个让恒大可以结损10个亿 经过测算呢,河南37个项目的后续工程费 恒大还需要投入423亿 比如说开封的郑州恒大文化城 资金缺口就有18个亿 这一个项目就18个亿 而目前恒大在河南监管账户中 所有的钱只有25亿 这个显然是不够的 缺口是423亿 说什么都什么意思呢 就是各个地方虽然喊口号要保交楼 但是保交楼是要拿钱的去垫那个窟窿 这里面涉及到什么问题呢 就是地方政府迫于压力维稳 然后保交楼是政治任务 要保,也是保地方的楼市 但是地方政府也没钱呢 他从财政部专线资金里面借 然后商业银行给他按比例去配资贷款 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 他借不了那么多钱 423亿 这个可能就要导致沉淀在这个项目上的资金 就比如说以前的供应商 成建商得把形成个债务吗 恒大肯定钱人家钱呢 人家在这垫资干到多少层了 或者是供了多少户 恒大肯定没钱给人家 那么地方政府保交楼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供应商的钱 什么商票的钱 他是不考虑兑付的 这个咱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反复说的 结新账挂旧账 就是旧账挂在那 你要愿意干就接着干 新账地方政府到时候给你结 只能保新账 这个对供应商来说考验压力非常大 第一个万一继续供货的话 这个保交楼保不成 就相当说供应商亏损就扩大了 又万里垫钱拿不回来 这是风险 当然如果说他垫的钱能拿回来 那么他的损失会稍微小一点 这是对地方政府来说 他肯定是结新账挂旧账 所有的保交楼 这房子不管做的怎么样 跟以前的那供应商 陈建商可能关系都不大 他们的利益没有办法保证 第二个 地方政府砸了这么多钱进去 把房子盖好了 他测算是要亏221亿 这个亏221亿 我理解的是把房子都卖掉了 他净亏221亿 但是你要考虑到 他现在房子卖不掉 韭菜不买房 这个郑州那么盖好的房子都卖不掉 你这些烂尾楼 保交楼的 你现在卖得动吗 所以很大的项目在地方 那是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 他要投入现金400亿 然后还要亏损200多亿 实际上从现金流来说 他可能亏的不是200亿 而是400多亿 就是钱扔下去了 没有回头钱 从这儿也能看出来 这个恒大的烂尾楼 想要保交楼 确实是很难 最主要的就是缺钱 第二房子卖不掉 我们再看看关注这个 闭鬼园的消息 网上一篇文章 标题叫 闭鬼园二小姐开了第一枪 闭鬼园的这个杨老板 不是退到幕后了吗 把他的女儿杨慧妍 推到了前台 3月3日 杨国强退休第三天 从小主席变成大主席的 闭鬼园二小姐 杨慧妍开了第一枪 宇宙第一房企 再次宣布进行组织调整 文件标题 透露了很多信息 他这文件名字叫 关于区域总裁兼任和相关任免的通知 首先 58个区域暂时不合并 什么意思呢 一般的合并不就要裁员吗 很多多出来的人就要裁掉 重合的岗位 首先第一个 58个区域暂时不合并 但是后面还是要合并的 所以提前告诉大家 让你们先找好工作 不要怪没跟你们打招呼 那么这次关于任免呢 主要是区域的老总 他原有58个区域总 减少到29个 另外29个区域总 降为区域执行总 就是降一级啊 所以这个杨慧妍还是很厉害 上来不动声色的 先拿各个区域的老总开刀 先砍掉一半 员工不动 这个就叫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杨国强刚退下去三天 一批高管就面临着下岗 虽然没有让他们走啊 但实际上把你一裁 变成一个什么执行总 实相的啊 就赶紧辞职 你要在这耗 他就得找借口 把你给逼走 懂的都懂啊 这是新任的杨主席 新帝不想见血 想杯酒试冰泉呢 然后这篇文章里 还讲了一个杨慧妍的小故事 关于马来西亚的那个森林城市啊 项目 说在很久以前啊 碧桂园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杨老板杨慧妍等集团高管 一起讨论 马来西亚森林城市项目的开发策略 杨老板兴致所及啊 提出能否打造全世界最大的建筑 这个饼还要画大一点 这个蓝图啊 还有铺大一点 说杨慧妍文之恶然 很吃惊啊 就问杨老板 说做这个有意义吗 杨老板跟他的女儿啊 理论了很长时间 最后不得不让步啊 说开完会以后再说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意思呢 说明杨慧妍呢 可能比大爸稍微务实一些 杨老板有点浩大喜功啊 意味的追求大 他那个森林城市现在什么样子 谁也搞不清楚 估计啊 没有达到预期啊 算是碧桂园的败笔 我们再看一看楼市情况 进入三月份以后啊 在晚上就不像二月份那样的 全部是什么楼市回暖 成交量暴涨 现在咱们在网上看到的啊 非常奇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 有没有注意 就是他现在说的楼市回暖 指的还是二月份 什么二月份成交量多少多少 三月份第一周已经过去了 就很少看到 有人说三月份的数据的 所以我推断了 可能三月份很多城市 环比同比都是在下降 没有办法拿出来吹啊 所以只好吹二月份的 三月份的就忽视了 选择性市民 不过我啊 找了一张图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三月第一周 楼市成交的数据 这个数据啊 大家参考啊 不一定准确啊 也不一定对 从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到啊 一线城市啊 北京和深圳还是在增长的 但是上海广州啊 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 接下来二线城市里面 比如福州啊 南京 苏州 有一些涨幅 剩下的所有的城市啊 成都 佛山 重庆 青岛 杭州 温州 大连 武汉 全部是暴跌啊 这个是环比啊 就是比二月份的 第四周 从这个就可以看出啊 所谓的二月份的房地产回暖 纯粹就是个误会啊 咱们以前说了 它就是田几赛嘛 是个战焰法 如果不是中介和房地产公司啊 故意宣传所为 那么它就是个美丽的误会 进入三月份呢 一切水落石出 这就说明所谓的反弹 所谓的回暖 并不存在 只是一个假象 为什么呢 实际上啊 这个疫情啊 虽然结束了 但是现在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 是新冠后遗症 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病毒 这是经济上的新冠后遗症 首先一个 这个经济没有马上好转 反而更难了 大家都知道吧 在没有解封的时候 还在封控的时候 大家都在想啊 解封了 经济就好了 消费就上去了 大家本能的认为 全面放开以后 生活马上就恢复到 2019年的那个样子 疫情之前的样子 但是大家没想到啊 现在放开了两个月了 虽然不用做核酸 也不用扫码 但是大家觉得挣钱更难了 很多公司现在快撑不下去了 面临着解散还是不解散 还是说再撑一个月 现在都是这种状况 第二个呢 虽然媒体啊 中介都在拼命的 在营造这种楼市回暖的这种景象 但是房子的确是卖不出去啊 为了救楼市啊 央行银保监会 这万件齐发 各个地方政府也是措施不断的 什么降首付啊 什么降利率啊 利率从6.2%都已经降到3.7%了 还要降啊 但是这房子还是卖不动啊 摄楼部里面是看到很多人 欣欣然然的 但恐怕都是中介和气氛组的成员 有很多人本来就在那直播的 自媒体啊 可能占了一小半 然后再加上这个中介或者是房地产销售的 请的这个演员一天100块 第三个现象就是实体店啊 生意是一落千丈 虽然说现在啊 大家都出门 也不用戴口罩 大家都已经不谈疫情了 但是消费没有恢复啊 很多临街的铺面都在转让 就少数几家啊 可能还在维持 大部分店铺都在苦苦支撑 入不敷出啊 第四个就是越来越多的韭菜啊 学会了存钱 疫情翻开以后啊 大家没有报复性的消费 反而存钱是越来越多 以前啊 只有老年人爱存钱 年轻人都是月光族嘛 什么好买什么 新手机 新的电子产品都排队去买 但是现在呢 连苹果的销量都在下降 年轻人比老年人还会接约 然后就是结婚的人越来越少 这三年啊 这个结婚的少 大家还可以把责任推到这个疫情上面 因为这个老是封控啊 没有办法结婚 你好不容易选了个日子 把酒店什么的订好了 亲戚都通知了 结果等到你结婚的时候被封控了 那这是疫情期间啊 大家不愿意结婚 能找到理由 但现在疫情结束了 好像这个结婚的数字也没上去 结婚都不愿意结了 那你说生孩子的就更少了 很多结婚的也只生一个 完成任务 二胎三胎 那想都别想 晚上不有个段子吗 说00后啊 给楼市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看00后不光是给楼市一个响亮的耳光 00后还给很多啊 很多行业都挨了耳光 这个00后分分钟教你做人 00后不但整顿职场啊 还要整顿楼市 说楼市啊 很重要 国民经济的支柱 为了挽救房地产 见首付 见利率 不先购 加补贴 一顿操作猛如虎 回头发现是徒劳 说00后啊就是不买账 说你要一定坚持高房价 行 那就不买 丈母娘一定要婚房 那也行 就不结婚 自己赚钱自己花 不看脸色 不被骂 但70后 80后老去 新一代年轻人 又不吃 传宗接待这一套 累赘太多 干脆不要 不买房 不结婚 不生娃 直接坦平 有人说了啊 这样坦平 以后老了怎么办呢 那00后说啊 现在都顾不上 哪有时间去管以后的事 任你说的天花乱坠 00后坚决不做接盘侠 所以说 现在年轻人 什么结婚 生孩子 就别提了 最后一个就是说 工作越来越难找 挣钱越来越难 最近晚上都在传呢 大家去找工作 居然还有学历歧视 有的工作指定了啊 高中以下学历 才能有资格去面试 高中以上的大专 本科 你就直接可以走人了 他不要 现在你即便能找到工作 那个薪资待遇啊 比以前也低多了 河南的一个小伙啊 在郑州找工作找不到 一怒之下 把自己的毕业证呢 给撕了 他不知道 他为什么上了四年大学 出来之后 连个工作都找不到 这个在网上 也传得很厉害 还有一个是在海南上的大学 在北京找工作找不到 也把毕业证给撕了 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不好 都认为未来还捉不着钱 大家不觉得困难是暂时的 说今年困难 明年就好了 现在大家都觉得 今年是未来十年 最好的一年 这是预期不好 信心比黄金重要 虽然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大好 但是各地旧楼市的这个举措 这个动作没有停 要不能停 虽然说旧市效果不咋地 但是优惠措施技术推出 今天是驻马店市 出台稳楼市27条措施 一次给您来个27条 财联社3月9日店 驻马店市政府 今日印发 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其中提到支持新兴产业单位 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大专院校 企事业等单位 集中团购商品住房 解决职工住房问题 团购房源须是五正齐全的 县房或准县房 这个准县房必须是一年内 军工交付的 并且在首付比例 汽税补贴 公积金贷款等方面 给予一定的优惠 此外 通知提出 各银行机构要研究开发 适合农民工购房的信贷产品 支持农民工 进程购房 各县区政府 管委会 可采取汽税补贴 规费减免 贷款贴息 购房补贴 物业补贴等政策 使农民工成为 长期稳定的住房消费群体 这个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要把农民工打造成 长期稳定的住房消费群体 为了让农民工能够买房 他要设计新的产品 就是金融产品 以前那种首付20% 然后一贷款30年 每个月还按揭的这种方式 可能不适合农民工 所以说各银行机构 要研究开发 适合农民工购房的新贷产品 这个确实要动脑筋 农民工购房 他的新贷产品 给他设计成什么样呢 我倒是建议 这农民工 他有没有收入来源 就是不稳定 不固定 但是你又想让农民工买房 那怎么办呢 首先一个 首付要低 或者是零首付 这样农民工买房 困难很低 人人都有资格买 第二个呢 农民工 他以他的工作 来抵这个贷款 要么你政府 要么你金融机构 你给农民工找工作 他一天是三百块嘛 其中两百块 直接给你银行 算环蛋可玩了 金融机构负责 给他找工作 我想这样的话 农民工肯定愿意干 关于首付 这个有专家说 现在首付 降两成 我觉得还可以再降一降 大家看一看 专家是怎么说的 从现在开始 往后看的话 关键的问题 要解决房地产 市场的销售 对于那些购房者来说 我们是不是 还可以做一些什么 比如说第一个 首付比例 是不是可以 适当地再降一些 对吧 我们已经有些城市 从首付三成 降到了两成 是吧 那么还有的呢 可能是从两成 再往下降 现在也在考虑 过程中间 我觉得是不是 还有0.5成的 这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在某些市场 比较需求低迷的 这些城市 是可以尝试 更低一点的首付 当然有人说 这个首付低了以后 就未来要交的 那个房款 在付的利息就多了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状况 你如果说是 你是首套房的话 首付比例降下来 然后也可以给你一些补贴 是吧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各个省 他们定的 2023年 经济增速目标 大家看这个表 通过这个表 咱们可以发现 这个经济强省 比如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这个 不用说了 这个传统的 这个经济大省 他们的增速目标 就是5% 跟国家定的是一样 这四个地方 完成任务 这全国的任务 基本上就完成了 定的高的呢 都是一些GDP 总量比较小的 它涨10% 其实也无所谓 这里面值得关注的 一个是北京 一个上海 上海是5.5 看来还要做贡献 这个北京是4.5 是属于拖后腿的 就是说北京啊 发展经济 恐怕不是北京市的首要任务 所以它的GDP增速是4.5% 那么这里面几个重点的地方 湖南 安徽 湖北 他们的GDP啊 定的是6.5 而且他们总量也不小 这就说明这几个地方 可能2023年 国家对他们的预期 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同时我也在想 你说湖北 那个东风 这么大的一国旗 马上就爆雷了 那湖北省 它能达到6.5% 它怎么实现呢 湖北的房地产也不行 那武汉已经把房地产 列为困难行业 然后你看 东风集团 这个汽车 也不行 政府还掏钱去救他们 一个房子 一个汽车 这俩都不行 湖北靠什么 GDP增长6.5%呢 所以挺烧脑的 希望这个GDP啊 不要成为一个数字游戏啊 现在是房市不举 车市不振 你说怎么弄 同时美国啊 还在加息 按理来说 美国加息 咱们也得加息 但是咱们为了保房地产还在降息 所以这里面就出了很大麻烦 但是长此以往啊 肯定是有害的 你这是加速外资 从中国撤离啊 所以说啊 央行啊 本应该加息 但是一加息 又让这个房地产啊 面临着万战深渊 楼市回暖 又成了一个空话 所以 央行没有办法加息 两全相害取其轻啊 所以央行现在是从三分开始 持续从公开市场收回流动性 它收回流动性 主要是靠逆回购啊 相当于把钱收回来 从3月1号到3月8号 这8天里面 央行累计啊 净回笼资金17820亿 所以说指望着央行再放水 这个也走不通了 央行现在在回收 现在是三驾马车啊 不敢说熄火吧 至少是显出疲态 出口数据 咱们一直在说啊 1月2月下跌了0.8% 如果按美元计价的话 下跌8% 消费呢 咱就不说了 敢再说了很多 第三个就是投资啊 投资里面一大块 又是房地产 房地产什么行情 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这三驾马车 净显疲态 所以这个形势不容乐观 咱们有意气已经分析过了 如果要保5%的话 能做到 它就投资啊 这个投资是在政府掌握的 但是那个GDP5%啊 跟大部分人没什么关系 所以说最后啊 如果你有一份工作 收入很稳定 你现在应该珍惜啊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字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